梵蒂岡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2月21日中午 在梵蒂岡保禄六世大厅 接见了意大利南部 卡萨诺阿洛约尼奥教区的朝圣者 教宗再次归群黑帮成员 向耶稣敞开新门 若他们改邪归正 教会将接纳他们 教宗方济各曾于去年 2014年6月21日 前往意大利南部的 卡萨诺阿洛约尼奥教区 进行牧林访问 在20多万人面前 规劝黑帮成员改邪归正 而今这个教区的信友 前来梵蒂岡朝圣时 教宗也向他们 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他几乎 我再次迫切地 向那些选择邪道 加入黑帮的人 发出悔改的呼吁 你们要向上主敞开新门 请你们向上主敞开新门 上主在等待你们 你们先前公开选择了 为恶服务 若你们开诚不公地 表达为善服务的意愿 教会将接纳你们 教宗强调 我们不能自称基督徒 却侵犯别人的尊严 他指出 缺乏真心和公开悔改的 外在宗教行为 不足以视为 与基督和他的教会共融 外在的宗教行为 不足以证明那些为非作歹 怀着黑帮典型的歹毒心肠 和狂傲自大之人 是信徒 教宗最后勉力 卡萨诺阿洛约尼奥教区的 朝圣者说 你们土地的壮丽 是天主赐予的礼物 是值得珍藏的财富 应将他的风采 全都传给后代子孙